大家好 应该有很多朋友都听过这么一个说法 当你跑了几个小时的高速之后 停车的时候不要立刻熄火 要原地带速一会儿让发动机散散热 不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 那真的需要这样吗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正常跑高速的时候 速度120转速会在3000转左右 这个转速范围是发动机 很好的一个工作状态 就算你连续跑四五个小时 以这个速度这个转速来说是非常安全的 并不会出现温度越来越高的情况 发动机的冷却系统是很强大的 不然一个小时都跑不上 那温度就会过高报警了 如果原地带速就能让发动机的温度降下来 那你辆车跑起来散热会更快 车头还能撞风散热呢 就算那些涡轮增压的车型 长时间跑高速停车之后 也不用再带速散热了 因为现在的涡轮和散热风扇 都带延迟关闭的功能 你直接停车 它们还会再继续转动一段时间 来保证涡轮的安全 就不存在会伤害涡轮的情况了 所以没有必要让车原地带速去散热 除非你不仅长时间行驶 而且还存在暴力驾驶的情况 那如果在行驶中水温过高报警了 千万不要马上停车熄火 正确做法是先把车速降下来 缓慢行驶 等水温恢复之后再去正常开车 好了大家其实只要记住 你正常用车 那我们的车是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希望我们今天的视频 能够报告大家 谢谢大家关注